另外在学生教育的部分 为了让学生在疫情期间能够借由网络来进行远端教学 华林县政府现网中心设计了多样化的学习平台 并且也提供了1500片网卡 以及教育部所提供500台的网络分享器 借由三大电信业者网络流量 来顺利的让偏乡学童停课不停学 在去年疫情尚未爆发时 华林县政府教育处及进行远端停课不停学的实施计划 得以在防疫三级警戒发布之后 可以整合各学校老师提供线上教学的功能 华林县各国中小学人数2万多人 借由教育处设计的亲师生平台50个内容 让偏乡学童可以停课不停学 这次疫情爆发的时候 我们就先请学生 学校针对家庭的居家环境的盘点 包括设备 平板电脑跟网络的部分 先做一个总盘点 那不足的部分 就由学校先请提供 那学校的设备 在不足教育处这边会统筹 把所有的设备 不足的包括电脑跟网络的部分 会向民间资源 或者跟教育部请求借用设备 然后我们把所有的设备集中 提供给所有的学校 让学生在居家环境的学习 全部都不用担心 那这次 所有的学校借出去的设备 约有三千多台的设备 那包括我们另外 跟教育部借 还有民间赞助的部分 我们也总共提供了 一千多台的设备 那网络的部分呢 教育部有提供 一千五百片的行动网卡 跟525台的分享器的部分 线网中心除了统合学生 所需要的设备之外 在网络上也提供了 亲师生平台 线上教学便利包 好读防疫不停学等等 多样的网络学习资讯平台 不只让学生能够获得学习资讯 同时更能够让家长 可以借由亲师生平台 了解学生的学习状况 才能够达到停课不停学的目标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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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